劳动者 这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称呼 那些为建设祖国 建设世界而付出努力和心血的人 那些为家庭 为亲人努力拼搏的人 也是伟大的 今天和您分享矛盾的文章 让我们时时刻刻记着 今天是五一节 亲爱的读者同志 也许为了庆祝五一 昨晚上你和你的同学们 同志们忙了半夜 在你们愉快而兴奋地忙着的道 也许你们有过这样的感想吧 和你们一样 在祖国的遥远的边疆上和海岛上 我们的最可爱的人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 一定也在忙着同样的事 迎接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 可以想象 我们的可爱的战士 祖国的保卫者 怎样兴高采烈地打扫营房 怎样细致地 以艺术家的手腕 把轻松脆白 红的黄的鲜花 来扎五一的牌坊 然而 亲爱的读者同志 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想到 就在这时 有多少钢铁战士 挺起胸膛 拿着武器 两眼炯炯 高度警惕地 巡逻在我们祖国的 几千公里长的边疆和海防线上 五一的前夜 在我们这里是满天繁星 和风如浮 可是在祖国的海防前线的海岛上 也许是正下着雨 刮着风 而挺立在风雨中的战士 也许正在低声唱着 困难见我发愁 大雨见我摇头 咱们酒炼成钢 坚决保卫海防 不论是白天 黑夜 不论是狂风暴雨 是刺骨的风雪 或是致富的太阳 在高山上 或是在荒凉的小岛上 我们的英勇的战士们 就是这样忠勇地 保卫着祖国人民的幸福 保卫着祖国的和平建设 今天是五一 红领巾的小朋友们打着鼓 唱着歌 劳动创造世界 我们都读过童话 我们是想象着我们有一双千里眼 抬头看一看 在我们遥远的海边 在兴罗旗步的那些海岛上 我们的英勇战士们 怎样用自己的劳动 创造了世界 一提起海岛 我们的眼前也许就出现了一片美丽风光 像我们在电影院里所曾看见的那样 不错 我们的英勇战士们 守卫着的那些海岛 现在的确是美丽的花园 可是从前却只是一片荒凉 不是光秃秃的历史 就是乱蓬蓬的野草 连路也没有一条 连清凉的银水也找不到 如果有居民 那就是三五家渔民 住的是挡不了风雨的茅棚 吃不到菜书 生了并没有医药 可是我们的英雄们一到以后 荒凉的海岛就迅速地变了样 道路开出来了 房屋盖起来了 菜园也有了 猪 鸡 鸭也都养起来了 敲下了岩石叠成假山 挖身了挖地成为池塘 有长青的树 有花果树 有四季的花 也有清烈甘美的银水了 归来的燕子 简直不会认识 这是他们曾经住过的老家 岛上渔民的生活 也大大的变了样 他们的挡不住风雨的茅棚 换了新面目 这也是解放军同志帮的忙 他们不再是一年到头 一样菜 鱼 这也是沾的解放军同志的光 他们出海打鱼 有了保护人了 我们的英勇的战士们 曾不止一次在狂风暴雨中 救出了几乎被海浪吞噬了的船 和船上的人和鱼 更不止一次地 在惊涛骇浪中 打退了蒋匪帮海盗 保护了渔民的安全生产 英勇的战士们 又给海岛带来了文化 在文化学习运动中 战士们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不是这篇短文中能够说得完的 我们只看战士们自己写的诗 就可以想象到他们那种学习的尽头 下面的一首诗提名为《我的小方桌》 大腿当方桌 来把文化学 随便到哪里 它都跟着我 地形一看好 同我一起坐 要低它就低 要高它就高 铺好学习本 能读也能抄 这个方桌是个无价宝 拿钱都买不到 这首诗洋溢着 坚决而愉快的学习精神 读了这首诗 使人不能不反省 我们的学习条件比这如何 我们还能不加倍努力学习吗 战士们还帮助岛上居民 提高了文化 教他们识字 教他们注意卫生 教他们知道祖国的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 解放军到哪里 哪里就有文化 在边疆地区和海岛上 就有着这句话的生动的写照 荣誉归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亲爱的读者同志 让我们记着 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 娱乐的时候 或者黑田一梦的时候 在我们祖国的绵长的边疆和海防线上 保卫我们幸福的英雄们 是怎样的不知疲倦地对敌人警戒着 一想起他们 我们该怎样的 以感激和报答的心情 来加紧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啊 我们时刻记着 在我们可以用劳动换取美好生活的时候 有人用鲜血和生命 在守护着我们的疆土 在保卫着我们的和平 也在建设着我们的祖国 崇尚劳动 就是追求幸福 热爱劳动 就是热爱生活 朋友们 劳动者们 五一节快乐 我是潮雨 祝您 晚安 明天见